我第一次看见金石河 我感觉从刚毕业 跟从我老师在山里头搞 就是交叉的时候 看见金石河 那时候金石河的这个气息环境 确实不如人意 38年以后 我们金石河的生存环境 可以说发生了翻前覆跡的变化 有两大工程 我认为为我们国家野生动物生存 起着非常良好的支撑作用 第一个就是自然保护区建设 秦岭过去在80年代初的时候 秦岭只有五个自然保护区 现在秦岭有32个自然保护区 保护的面积达到了秦岭的百分之十八 第二个就是我们国家98家 我们实行了秦岭恢复工程 就是秦岭禁法不法秦岭 秦岭里边这个金石河群 从最初的三强多支 现在达到了快近五千支 分布区变化秦岭也是从过去五个县 现在有到达了八个县 也扩大 全国我们在九十年代统计的时候 全国的金石河大概就是一万六 川金石河在我们国家 现在有两万五千支到两万七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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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字幕志愿者 友谈 在订阅 订阅 谈调 点赞 订阅 谈调 点赞 订阅 谈调 点赞 谈调 点赞 谈调 点赞 谈调